大家好,我是论娜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勾之复活节的小兔子 它是由兔子的尾巴,兔子的腿,以及兔子的耳朵,头部,身体,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 勾法非常简单 我们先选择白色的蕾丝线,2.0毫米的勾针 先将线绕在左手上,食指捏住线头 勾针向里转一圈,将线带出 随后勾之四个锁针 接下来在起针处做一个引发针 形成一个小圆环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兔子的身体 先编织三个锁针,作为起钉针 随后在圆环内编织长长针 也就是两卷长针 随后继续编织长长针 在勾之兔子尾巴之前,共勾之七个长长针 下面我们准备勾之兔子尾巴 先勾之三个锁针 返回来,勾之两个中长针 随后在长长针上做一个引发针 完成兔子尾巴的勾之 接下来继续勾之长长针 长长针也就是两卷长针 在这个部分,共编织六个长长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准备勾兔子的脚 先勾织三个锁针 勾好后 在前面的长长针上做个引发针 脚兔子的脚就勾好了 下面我们继续勾长长针 我们再勾六个长长针 在身体的这圈里 一共勾织十九个长长针 勾好后 我们在前边的起地针处做一个引发针 完成身体部分 随后我们开始编织小兔子的头部 先勾织三个锁针 然后在同一针孔内勾织一个长长针 随后在同一针孔内再勾织一个三卷长针 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针孔内勾织一个三卷长针 随后在同一针孔内勾织一个两卷长针 也就是长长针 现在小兔子的头部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小兔子的耳朵 我们先来勾织七个锁针 随后倒回来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织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连续勾织两个长针 接下来勾织一个中长针 随后勾织一个短针 这个时候小兔子的一个耳朵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前面的两卷长针上做一个引拔针 准备勾织第二个耳朵 勾织方法与勾织第一只耳朵相同 先勾织七个锁针 随后倒回来 勾织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织一个中长针 随后连续勾织两个一卷长针 随后勾织一个中长针 随后勾织一个中长针 再勾织一个短针 最后在小兔子的脸部做一个引拔针 断线前勾织一个锁针 然后断线 此时小兔子就勾好了 我们稍稍的整理一下 使用毛衣缝合针 将线头隐藏起来 使用毛衣缝合针 选择线 选择红线 穿入毛衣缝合针 我们来刺绣小白兔的眼睛 穿入毛衣缝合针 漂亮的复活节小兔就做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